你说文人不做商人事 对 你现在是商人还是文人 是一个跟商人在一起的文化人 你爸爸 谁说 我说文人不做商人的事 就不是一个商人思考的 有19年的心血 你铺在上面了 这么深的烙印 怎么舍得离开呢 你可能在那个位置上 继续去做它 你的坚持都是很难 那这个决定你用了多长时间 一秒钟 它是潜行的 那个念头和那种可能性 都在潜在中运行 你在做事业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在强调慢 在你看来 快和慢的本质区别在哪呢 至少从趋势来讲 我认为总有一天 人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一路急行军 因为我丢下的东西太多 总有一些完成了财富积累 然后个人这个社会地位尊严都解决了之后 那他要真正的有品质生活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就成为一个趋势 过这么几年之后 这些人他们也要这种生活 那不等于我先走了一步吗 现在你追求的这种慢 会带来哪些好处 我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 这个是最第一好处 如果按照原来的杰作的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再往上爬 你自己都觉得违其难 而这种生活 我是一个先行的探路人 我去探路 去给我相关的人行一个示范 同时呢 我也可以在里边获利亚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你在新周刊的时候 选择了一个快的工作方式 但是你现在用一个慢的状态去创业 是啊 创业是一样的 它不是慢不慢的问题 所有的压力 创业者的压力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说你是中国最会起标题的人 那如果让你自己给这一集来起个标题呢 退步堂里的野心家 我看见的事不是简单的事 这就是你做杂志 做成员人 有视野的人 不一样的 我特别好奇退步堂的由来 退步的意思 从新周刊退出来 我还退出城市 还退出那种快的生活 回到这种原汁原味的 乡村的这种生活里 知停而后生 我解释起来就是生命 它不只是向前一个方向 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其实是向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